做肠镜之前蟹药怎么喝 是大口大口的喝 还是小口小口的慢饮呢 喝清肠药应该要小口慢饮 如果说快速大口喝完 很容易出现负胀恶心呕吐 如果觉得恶心想吐 那就暂停一会儿再继续喝 要是喝极了 把喝进去的蟹药全吐出来 完了白受罪了 二 喝蟹药的时间 一般来说 清肠的药分两次喝 以常用的聚乙二醇为例 头一天晚上喝2000毫升 第二天早上再喝1000毫升 有时候在外加消泡剂一罐 喝完之后再走一走活动活动 活着揉一揉肚子 三 味道太酸爽了怎么办 如果实在是接受不了蟹药的味道 可能出现恶心肝偶 喝不进去的情况 可以在嘴里面含一些有味道的东西 比如说口香糖 棒棒糖 化煤之类的 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恶心 四 喝足剂量 如果说有些人蟹药刚喝一半就开始拉肚子 而且拉了很多次 千万不要以为肠道准备充分了 有些人自作主张 后面的蟹药直接就不喝了 这种情况 其实只是下半段的肠子里面的粪便排了出来 大肠上段包括小肠里面的粪便还没排出来 那一座场景没准就会影响医生的观察 所以还是听医生的话 拉到清水样变是重点 别花了钱还没达到检查的效果 点赞